梅根绝对是英国王室的传奇人物 即使选择离开也有一大波跟随着 是国际社会上的大人物 在多次爆料王室的情况之下 还是能够收到伊丽莎白女王的邀请 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州里之间的矛盾难以缓和 凯特和梅根成了天生的宿敌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发布了个人专访 第一集的内容就令人震撼 最开头的时候 梅根就不断地强调野心的重要性 并且丝毫不认为是个贬义词 41岁的梅根出现在镜头面前 跟帕尔·赛雷娜·威廉·姆斯侃侃而谈 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 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 梅根充满了心酸和无奈 人生家庭带给她无穷无尽的伤害 当时的梅根只有12岁 就读于洛杉矶女子天主教学校 保守的学校并不适合梅根 不光压制了她的发展 还失去了很多追求梦想的机会 梅根王妃承认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 认为作为女性不该是被保护的对象 而是应该拥有更多独立自强的权利 青少年时期的梅根就把女权思想渗入骨髓 并且体现在方方面面 如果说以前的梅根藏着掖着 担心损害王室形象 这回终于是懒得装了 用最直白的话语表达自己的内心 也许曾经的梅根也心直口快 只不过受到宫廷礼教的束缚 不能够酣畅凌地做自己 虽然大部分人认为野心勃勃是个贬义词 但是梅根却视为成长的动力 并且认为自己的人生很励志 梅根尽量不去想消极的事情 甚至能忽略糟糕的原生家庭 就是想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 41岁的梅根毫不掩饰 把自己的野心写在脸上 并且还希望激励更多的女性 当我们有目标的时候 才能够充满动力去做一件事 当然也会付出应有的代价 梅根还替自己解释道 曾经被贴上专横的标签 事实上并非如此 一直以来 大众对自己有很深的误解 认为控制欲强 不受管教 这些都是跟王室规则 背道而驰 此外 梅根还表达自己的委屈 认为在王室毫无言论自由可言 只要一提反对意见 就会受到铺天盖地的批评 这些事情让苏塞克斯公爵夫人 无法接受 不希望自己被贴上标签 梅根认为自己是个攀登者 公爵夫人的头衔只是个开始 能够在母亲和职业女性间自由切换 梅根认为比大多数人做得优秀 但是在王室却经常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自从有了孩子之后 梅根的角色更加的多元化 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 幸亏有哈利王子不遗余力的支持 才让梅根省去了很多后顾之忧 能够享受家庭和工作带来的成果 梅根认为王室并不公平 女王极其宠爱凯特王妃 对自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以后无论如何 也是要超越凯特王妃 不希望自己成为大众的笑柄 自私自利和争强好斗 这些都成了梅根的标签 这次谈话不光没有将其摘下 还直接撼到了苏塞克斯公爵夫人身上 梅根认为王室的做法并不公平 以为抬高凯特王妃 反而无视和贬低自己 其实在站在梅根的角度上 更像是一个受害者 地址在跟王室索取那份温暖 事实上梅根王妃不是善茬 不光可以煽动舆论 而且还严重威胁到郡主制统治 各位严重的一点是 梅根并不认为这样做是错的 反而把野心写在脸上 是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两位公爵夫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 就不可能和平共处 只能引来无穷无尽的争宠 梅根是个高调的女人 这次回到王室度假 还带着专业的摄影师 每天的吃喝拉撒都会被全程直播 对王室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不少王室成云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 其实从纪录片的潜台词也能够看出 梅根极其嫉妒凯特王妃 甚至把对方看成了假想敌 虽然两人都是女王的儿媳 但是待遇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放在任何人身上一时半会儿都难以接受 英国前王子哈利和梅根 在灰溜溜地离开英国之后 就很难蹭英国王室的热度 他们只能在美国刷存在感 对梅根来说 他原本想进入到上层社会 凭借着自己和王室最后的联系 成为上等人 但是美国人对梅根的身份并不感冒 美国议员对梅根的一些表演 更是冷嘲热讽 这条路被堵死了 梅根只能选择其他的道路 最近哈利和梅根选择做慈善这条路 他们因为对阿富汗的难民进行捐赠 并且经常看望这些难民而获得了赞扬 但是这个赞赏让人感觉到有些封刺 毕竟哈利梅根的生活非常的奢侈 他们却在为所谓的慈善进行各种努力 哈利和梅根一直想要让外界不忘记自己 尤其是梅根经常活跃在各种舞台 他曾经想要参加奥巴马的生日宴会 只可惜奥巴马没有邀请自己 他想要去参加一些高层次的聚会 但是梅根拿不到入场券 所以梅根只能利用英国王室的热度来获取财富 然后在美国的富人区里 购买最为豪华的房子 虽然每天的花费都够难民一年的吃穿 但是梅根还一直在较穷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灰金如土 还认为资金不够的人可以静下心来做慈善 哈利和梅根对难民问题非常的感兴趣 他们经常呼吁大家为难民捐款物资 两个人也会拿出自己的一些生活费来捐赠 哈利和梅根还亲自到阿富汗难民的居住地进行探望 两个人一直在鼓励他们勇敢地生活下去 对时哈利应该会感到尴尬 毕竟哈利曾经在阿富汗服役过 如果不是他们的行为 这些阿富汗人并不会成为难民 如今好处被欧美国家占了 哈利夫妇还获得了好评 不过阿富汗难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哈利和梅根在颁奖仪式上非常的开心 两个人非常认真地听着介绍 梅根的眉毛都立起来了 他非常享受这样的时刻 梅根一直想同凯特进行对比 他想要证明自己不在英国王室也可以过得比较好 所以难得有这样的高光时刻 梅根自然要好好表现一下 他一直想在慈善方面做出一些贡献 不过梅根应该明白 他做慈善的前提应该是做好自己 哈利一直在向英国王室哭穷 他一直想让其他人去做贡献 而他们只留下好的名声 这样怎么可能呢 梅根在这次的活动中非常的开心 但是他也清楚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所以哈利和梅根总会在公开场合取秀恩爱 事实上两个人在美国的生活并不快乐 他们的感情也出现了裂痕 梅根甚至会在一些活动中不搭理哈利 如果不是美国人不搭理他 梅根都不愿意带着哈利去出席活动 如今他们看上去有了一次高光时刻 实际上外界对两个人的嘲讽依旧是没有停止 或许梅根应该反思一下 他做事情的时候应该考虑对方的感受 而不是只在乎自己 所以我们看上去的观看